歡迎大家來到小興說 我是燕文英 在古代 做男人做到入罪 都是一件無奈的事 不過你又知不知道 其實作為女家要招罪勢 或者都有她迫不得已的苦衷 再者 有些古人 入罪都可以好招職 罪是為什麼呢 在字典裡面 這個字有抵押的意思 戰國時代 秦國推行變法 為了鼓勵生育增加勞動力 國家就要求所有的男性 都必須要離開家 成家立室 成不了家的男性又怎樣呢 特別一些窮婦的家庭 那麼政府就會鼓勵你入罪 成為女家家的一份子 不過其實 要招聚小的女家 有時候 都有他們無奈的地方 譬如 可能因為他們 生來生去 全部都是女孩子 根本就沒有男丁 沒得計後香燈 而更加大件的 就是如果這個爸爸過了生 家裡有沒有兒子去承接的話 這樣 就算有多少個女兒都好 家裡的財產 都會被親戚分散 都會被親戚分散 不能留下 除非他們有男丁 這樣財產 才可以繼承下去 所以 他們會千方百計 去招一個女婿入罪 入罪的男子 是不是真的這麼慘呢 據說 詩人李伯都曾經入罪 而且對方是宰上級的人物 所以看來 入罪都成為了一些讀書人 信心名流的渠道 哈哈 上九 你 是什麼